好,我們大家一天用功 第一次參加禪修的舉手 第一次 我看到好幾個應該不是第一次好,請放下 都當成第一次 那也不錯 可以嗎? 那會不會用功? 會齁 其實在一天的禪修當中 主要是要讓大家能夠把方法先學習 然後去練習 那真正以參禪來說 要在短短的一天當中 讓大家能夠參得有深入 事實上是不大容易的 所以說這一天是讓大家練習方法 然後先了解 原來禪中在講參禪的方法怎麼用 如果有機會 有禪期或者是像國慶期間 我們方丈和尚他是新加坡人 他又會再主持一個四天的禪修 那大家就可以利用這樣比較長一點的時間段 好好的來用功 因為有時候 我也問一下 大家 維諾法師 就是大家學習的狀況 包括之前 從上個禮拜 到前兩天 一直有在做介紹 或者讓大家來講解 禪中的參禪是在做什麼事 但是我也發現 有時候不見得 你講一次 兩次 其實大家就好像能夠聽懂或者掌握 事實上 因為我們學佛 為什麼講要多聞熏習 他也是有道理的 也是有道理的 因為我們可能過去 對於 修我們這顆心的方法 比較生疏 比較不熟悉 但是對於我們平常 心要往外攀圓 我們的習氣 妄想很熟悉 所以當你要用起功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好像不是那麼容易 一下子就知道怎麼餐 對不對 甚至有沒有人做到 覺得腰痠腳痛的 沒有 因為今天的時間不長 少數 但是你如果真的腳痛 或者是覺得 坐著身體的拉扯比較強 也不要擔心 我們在殘期當中 過去 整個殘堂的運作 到了明清以後 它的一個運作模式 基本上固定下來 坐香 跑香 坐香 跑香 然後隨著 因為過去在殘堂裡面 用功的 大部分是出家眾 那長年都這樣殘殘 所以它坐香的時間 那個腿子熬久了 都練出來 所以有的時間可能會做得長一點 那一般你平常沒有習慣 打坐的菩薩 可能一下子來打殘期 就在跟身體 在坐拉扯 所以師父在這幾年 所主持的殘期 師父有一個重點 就是希望來參加殘修 殘期的人 能夠先把心法給掌握好 也就是說 怎麼用功 怎麼餐 不一定是你要坐在那邊 一動都不動 才可以餐的 如果覺得腳一直很痛 你也可以 靜靜的 站起來 用話頭先行 的方式 不發出聲音不會影響別人的 來讓你能夠繼續的 把你的話頭提起來 往你內心當中去追究 去移著 所以從過去的禪宗祖師 我們也可以看到 甚至有一些祖師大德 像高峰園廟 他在參禪的過程當中 他完全沒有坐下來 他完全都是用走的 一面走一面移一面餐 也有人是這樣餐的 那能不能夠餐到民心見性 餐到開悟 也可以啊 也可以的 所以說大家在一天 首先先把方法先熟悉 比如說有教大家 哈哈哈哈 有沒有 你練完這個設法了以後 你再回頭看我們的心 是不是會發現 它可以很快速度的 讓我們的心 跟本來很雜亂紛飛 很動蕩的狀態 可以很快的 靜下來 而且心好像變得比較清晰警覺 有沒有 有沒有 如果你好好練習 把透過這樣拋念頭的方法 乃至用提示的方法 就可以很快速度的 讓我們的心 從紛飛妄想的狀態 把粗糙的雜念妄想 直接會強迫把它拋掉 而讓我們的心 這時候回過頭來 要摻 提畫頭 要看 你就會發現 跟我們這樣 單純的要看 會不一樣 所以今天師父教大家的 拋念頭 哈哈哈哈的方法 或者是跑箱 甩手 我聽說地板有一點點滑 所以比較不能夠跑快 但是你平常自己也可以試試看 一個圈圈 大概直徑差不多六公尺左右 你就邁開腳步 右手甩動七分力 左手向外自然的擺動 把手甩開來 腳步邁開 不一定跑很快 但是你等速率順時針的這樣跑 跑跑跑 邁開腳步走也可以 走一段時間 你這時候回來看 你的心 它也會很快速度的幫助我們 把分飛雜念妄想的心 直接清淨 讓我們的心 更快速度可以靜下來來用功 所以在禪宗裡面 它有很多的方式 方法來幫助我們 來做功夫的 那今天大家要寫一些問題 我想說這裡面有幾個問題 比較長 等到後面我再回答 那我會先把這幾個 簡單的小問題搭配 參禪 這個解開心結是師父 應該是去年的講題 對不對 有聽過的請舉手 請放下有幾位有聽過 因為這一段很重要 所以我搭配這一個部分 來跟大家講 因為剛好有幾個問題 是有關聯的 有關聯的 第一個 問是誰 問到沒有答案 為什麼要問 我想先問 為什麼要問這件事情 你平常在生活當中 你會問 問問題 為什麼會問 先問大家 什麼情況之下 你會問 不了解 不了解 不明白 對不對 所以今天我們提問的 這一個本餐話頭 這個問題 事實上也是要幫助我們 要去探究我們的本心 探究我們的本心 那你問 問就問到沒有辦法給答案 那一般來說就有兩種狀況 我們碰到一個問題 我們是不是想要解決它 那就要找答案 那怎麼找答案 問人家 看書 自己想 想 那現在參禪就是說 要問自己不要問別人 好 不可以問別人 那參禪就是說 只可以問 不可以動腦筋給答案 或者你已經想來想去 想來想去 問來問去 就覺得沒有答案 就找不到答案 所以這時候 我們又不能夠往外問 不能夠往外找 自己想又想不出答案 或者你知道說 不可以靠腦筋給答案 這時候會出現什麼狀況 你就會問這一張問題 說沒有答案 為什麼要問 好無聊喔 所以好無聊 你是不是就不繼續問了 還有另外一種 有的人不會 根本就不寫紙條問了 他就說 算了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就算了 我就不要問 然後就開始看 嗯 今天大家是來這邊幹嘛 喔 那個好會盤腿很厲害 就開始看熱鬧 是不是 所以這一個問 就是要讓你問到沒有答案 但是你能夠繼續的 把你的心拉回來 其實這一個問題 是一個工具 這樣知道嗎 它這個工具是 我們平常我們的心 很習慣就會往外 去攀圓 追逐境界 這個聽得懂嗎 追逐境界 人家講一句話 你馬上 他在說什麼 然後聽到 在講你好話 你心裡面就有一點開心 聽到別人在背後 講你不好 你馬上整個人心 就被影響了 被境界給牽著跑 所以事實上 我們的人的心 心的狀態 他很會疑的 很會懷疑 這個疑的心鎖 是我們的煩惱裡面 很有力量的一種 就我們心的作用 很容易懷疑 但是我們都懷疑別人 但是 卻從來沒有一個人 除非你學佛參禪 回過頭來 去懷疑 為什麼我的心 整天東奔西跑攀圓 這樣一直打妄想 整天等吃等睡 所以最後等到什麼 大家都知道等死喔 喔 那這樣等 等死了以後 你要往哪裡去 不知道耶 所以你想 啊算了管他的 所以永遠 永遠你都不願意去面對 我們自己的心 也不願意面對我們生命 來去的這個問題 所以參禪這個問 簡單來說 就是借助我們心 很喜歡去移去攀圓的力量 把它拉回來 今天不要移別人了 回來移自己 回來移自己 那這一個問 問到沒有答案的時候才好 為什麼 因為這時候你腦筋不動 但是 你單單提起這個問題 再回頭 它好像一個工具 幫助你更好的 看到你的心 是怎麼在運作的 是誰 所以為什麼要讓大家跑箱 為什麼做設法 就是讓大家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可以很快速度的 把我們很紛飛躁動的心 先把粗糙的念頭 先把它泡掉 讓我們心能夠先比較有清晰 可以看清楚 我們心的 念頭的生命生命 但是在這個當中 你回頭開始來問 你的念頭 你要動 是誰 你這時候看得清楚 你心中的念頭 要生起 是誰在做主的嗎 大家今天有禪修 有止境做幾支箱 有沒有 你可以 看得清楚 你自己每一個念頭 都是你清清楚楚 自己做主做決定 它是生起哪一個念頭 能夠做到這樣的 請舉手 不可能 知道嗎 如果你可以做到這樣 那你今天不用來這邊了 你就可以 可以怎麼樣 可以去找 那個我們的佛陀泡茶聊天 這個也是有意思 所以這個問題 那有人就說 師父那這個問題有沒有答案 這個是第一個 問到沒有答案 為什麼要問 那參禪 就是藉由這個問 來幫助你 認識你的心 那能夠真的問出一個答案嗎 問到後來 那師父答案是什麼 你能不能透露一下 有沒有人有這樣的想法 很多有喔 但是 要跟大家講 這個答案 沒有任何人 就算是佛陀 也不能夠給你的 如果佛陀能夠告訴你 佛陀早就說了 事實上 每一部經典 佛陀也都在告訴我們答案 但是這個答案 你念了幾百遍幾千遍 有用嗎 沒有用的 所以真正 每一部經 它其實 都是要告訴我們 我們要自己的心 透過這個方法 問問問 來 重點在這邊 看得到嗎 問題 如果看不到 自己調整一下下位置 好嗎 可以自己調一下 我看這個能不能把它變大一點 可以 可以 等一下喔 這樣可以齁 參禪 這個問 要問到什麼時候 問到你的問題消失 這個消失 不是說 欸 師父 啊 問到好無聊喔 算了 我不問了 沒有問題了 真的沒問題嗎 不是的 其實你只要再問一下 再看一下 你就會發現 你並沒有真的解決耶 我們生死的問題還是在啊 我的心念 妄想 被境界牽動 妄想直鎖的問題還是在啊 所以今天我們參禪 其實你也不必問別人 像有人會問我說 師父我到底有沒有疑 然後我到底有沒有爆破 他說他有一些修行的體驗 我到底這樣 我說其實我們修行的過程當中 身心會有一些 絕受體驗或的變化 但是你不要管它 你知道自己有沒有真正到家 其實自己可以知道的 我還有沒有執著 這一個 當你起念頭的時候 身心的時候 你有沒有辦法做到無助 我每一個念頭生起 生起 我都不會在心中去抓緊它 但是這一點大家要注意喔 很多人說師父我都不執著 不執著 很多人說自己不執著 是因為看不到自己的執著在哪裡 大家同不同意 同不同意 那我們看別人容易 但是要看自己容不容易啊 不容易 所以為什麼要禪修 為什麼要禪禪 其實就是幫助我們 更有能力的 往自己的內心當中 行聲行聲再行聲 透過每一次的提問 會讓我們的心 越來越不被境界牽著跑 所以你只要一次 兩次 包括今天中午大家吃飯 有沒有抱著話頭 每個動作都這樣吃 那大家有觀察到一點嗎 當你一口飯菜 師父教大家一次一個動作 每一個動作要提話頭 對不對 那當你每一口飯菜放到嘴巴的時候 放進去喔 這時候 你都有確確實實到很清晰 我命令我嘴巴咬 是誰 你才咬 每一口 你都這樣吃的 請舉手 欸 不是一次一個動作 怎麼沒有人舉手 不錯 但這個是一個練習喔 那為什麼不容易做到這樣 跟大家說其實這個 大家這樣不奇怪的 因為我們待殘期待這麼久 或者殘休 吃飯啊 尤其是你一口飯再放下去 你要讓自己每一個動作都有命令 都很清晰 有時候你會覺得很 就阿扎欸 就覺得哇為什麼要這麼辛苦 這麼慢 但是你確確實實這樣去做 反而你會看到 為什麼我的心中 會不耐煩 那這個不耐煩的情緒或念頭 又從哪裡來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很有力量的去看到我們的習慣 習氣的流動 甚至有些人沒有這樣做 但是一放下去 你都不用命令喔 嘴巴自己去咬了 我們平常回去觀察你吃飯 一口飯一面嘴巴動 手也在動 哇眼睛還可以看還可以跟人家聊天講話 哇心好厲害喔跑來跑去 請問是誰在做主的 你完全看不到 所以我們心的作用 基本上它是常常 時時刻刻啊 被我們的習氣 慣性 在左右 給它拖著跑的 所以我們要如何能夠 把我們的心 能夠徹底的 拉回來真正自己做主 而且這個做主不是很刻意的 像你現在在練習的時候 在練習的時候 你是要很清醒警覺 命令自己每一個動作 那這個其實不只是在殘殘 那話頭先行 它更重要是要往內追問 那你在所有其他殘關 它其實在覺察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時候你去南傳的殘修 叫你提諾踏 有嗎 每一個動作放慢 你要很清醒的去覺察 你每一個動作的轉折過程 那這個都是在訓練 我們心有覺察的力量 但是 我們這個覺察的力量 你很刻意的時候 其實身心是比較緊張 你就會覺得很辛苦 但是為什麼要這樣練習 就是要讓你的心 發現到原來我們有太多太多 不注意之下 我們的習氣流動 我們的念頭它的攀緣 是這麼的厲害 所以透過這樣的訓練 會幫助我們比較好的 看到自己的心 所以說我們一般來說 每一個念頭一升起來 升起來 我們即刻會起執著 而讓這個念頭 在我們心中形成一個熏的種子 乃至如果是一個比較強的事情 跟我們很切身相關的 甚至在心中會熏成一個情節 很有力量的節 那這個節 它反而同時也會帶動 我們後面時不時 就會讓自己的心 反覆又在這一個地方當中 其實會在這邊轉 所以這一個節 有的時候啊 你看似好像沒有 好像沒事 過去的 但是你沒有把這個心節完全的處理掉 過一段時間 碰到某一個觸跡 聽到人家講什麼話 或者某一個情景 又把你心中的這個節 引發出來 你情緒就波動 所以有的人為什麼莫名其妙 碰到一些事情 突然整個情緒會波動起來 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有時候會喔 以前師父在二十多年前 在帶老師 跟學校的教職人員的禪修營的時候 那時候曾經師父就說 有一位本身是在做心理諮商輔導 的一位老師 那他來參加禪修 那時候禪其師父很嚴格 非常嚴格的 不會說讓我們說讓大家覺得 feeling good 很好 以後禪修都來參加不錯 我們可以一點一點有幫助 師父那時候很嚴格的 作息啊 包括吃飯 又要求大家排隊打扮菜 然後吃 吃飯也很辛苦 但是那時候師父 逼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師父很了解人的心的 運作模式狀態 師父就突然有一餐 可能逼了三四天 大家很苦了 師父就請那時候有一個信眾 一個居士就說 今天打自助餐 煮大餐讓大家不用 用這麼辛苦的吃就自助式的 比較放鬆的自己用功自己吃 結果那時候 那一個老師本來一直在用功 但是他去打飯菜的時候 因為他自己做心理智商補導 他就覺得 那天他去打飯菜的時候 他後來去找師父 他覺得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那一天 看到很多好吃的飯 他其實後來本身自己做老師 就是生活家庭各方面條件 他是一個也是很 就是生活環境也很好的 但是他在打飯菜的時候 他就發現他心中莫名其妙的整個 就很急 很急喔 因為可能連續被逼 然後餓好幾天 當然不是說真的餓肚子 而是說他吃飯的時候 就好不容易 在寺院裡面其實吃的 有時候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 然後這一餐 那個師父的信眾是 那個大廚 在一個飯店當大廚 就煮得非常豐盛 當然是素食的 然後他就說覺得 莫名其妙在排隊的時候 整個心就一直很急 因為他自己學智商補導 所以對自己的心的狀態 他比較清楚 他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莫名其妙 他的心整個就急躁起來 他就看 看住他的心 然後包括打飯菜的時候 他的那個急躁的心一直都在 後來他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跑去 他就一直一直一直在看 然後他就後來去問師父 師父就跟他講說叫他 下午的香不要在禪堂裡面坐 那時候在後山有階梯 就叫他一面走 一面照顧腳下 搭配握金剛拳印 照顧呼吸 這樣走走走 當他發現心中的情緒波動 馬上 把他拋掉再回來看 然後他再繼續 再走 這樣一直去用拱 結果他這樣一直拋一直拋 拋到後來 他整個人的情緒 整個跑出來他就突然在發現 原來因為他小時候 以前我們早一輩 那時候早期啊 生活很辛苦的 然後家裡面孩子又多 有的時候爸爸媽媽我們孩子 要能夠吃飽就很不容易 加上他是女孩子女生 有時候爸爸媽媽多多少少 兒子會比較多分一點 因為男孩子比較會吃嘛 所以他小時候就常常 說吃東西的時候會餓肚子 所以他這一個小時候常常餓肚子的 這個情境啊 就在他心中其實是有結 雖然長大慢慢他念書 後來甚至當老師家庭生活環境都很好 沒有這樣的顧慮 但是他心中這個結喔 竟然在殘期當中幾天嗶嗶嗶吃不好 然後突然碰到一個大灘 他心中整個那個 那個急躁那個心 波動的心就跑出來 所以他透過後來 拋念頭拋了拋 他就發現看到 然後把他透過殘袖把它拋掉 他才發現 師父原來我內心當中 竟然還有這樣的結在 那如果我們沒有殘修 有的時候遇人對勁 碰到一個事情再翻起來的時候 我們的發洩 這裡注意看喔 發洩跟宣洩有什麼不一樣 你發洩有的時候是 哇就想到 然後就覺得很難過 就整個大哭 放生大哭發洩了 但是發洩完以後覺得好像比較舒服 但事實上你又在心中 反覆又再尋一遍 把過去的傷心的事 或者你心結的事情 你覺得好像很難過發洩 但是你又繼續在心中 又在滯留這個結 沒有真的把它徹底解開 所以說有的時候 然後我們碰到事情 那要怎麼樣真的把這個結解開 所以這裡要用宣洩 而不是用發洩的 要把我們的念頭升起 不管好壞 即可把它拋掉 把它拋掉 不要順著這個念頭 在心中 反覆的 去熏而在你心中 又再繼續 把這個結再把它綁緊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問是誰很重要喔 有的人問是誰 會一直問一直問 像我早上跟幾個同餐在講 以前有一個老菩薩 問是誰 他說師父啊 都是我那個死老公啊 因為他結婚以後 老公很喜歡比較嚴格一點 常常會念他 會管他 罵他 所以他就一直很憋屈 所以他問到說 讓我煩惱 讓我整個心會很難過的 就是我老公 就是他 是不是 有時候我們在問自己 問到後來 就說 就開始去怪 說這個 我會這樣 就是因為誰害的 對不對 師父就說 不對 這個是問別人 不是問自己 然後他說 師父不可以說是 都是我老公 他說 我的小孩 小朋友 很孝順 只要想到他 我就好開心 所以問是誰 是誰讓我快樂 就是我這個寶貝孩子 他好乖好孝順 我真的是沒有白養他 我這輩子值得了 所以他這個是誰 就問說 師父我問是誰 是我孩子 可以嗎 師父說不對 對 你這也是 在問別人 問你孩子 那你今天 那要怎麼問 要回過頭來 問 讓你生氣的是誰 不是問讓你生氣的是誰 是問你 會感覺生氣的是誰 這樣聽懂嗎 比如說今天你生氣了 我們一問是誰 都是你害的 這就是問別人 所以你今天如果生氣的時候 是誰 為什麼會生氣 為什麼會生氣 人家有一件事情 撞到你的心中 這是外面的因 但是我裡面 要冒起來這個念頭 是誰 是誰的決定 我要生氣不生氣 是誰 為什麼他生氣會冒起來 是誰 所以回過頭來 去問自己 一樣想到很開心的事情 是誰 是誰開心 這樣大家可以明白嗎 所以參禪很簡單 就透過問自己 那請問你一問的時候 本來可能你有高興 有悲傷這樣的念頭 我們一般來說 發洩是什麼 你的心傷心 就一直傷心 但是你透過哭 或者說 來把你的這樣的能量 把它發洩完 或者生氣 生氣氣到 氣完沒有氣了 就不氣了 對不對 這個叫發洩 但是這種氣完以後 人家說生氣很傷身體 是不是 因為它的 這種情緒的發洩 同時也在你心中 會在種這個種子的 那我們今天參禪 它的這種洩 不是發洩的洩 而是 你任何的情緒流動 變得有流動 一號生氣 是誰 即刻把這一股 要宣洩 或者說要起來 再燻的這種力量 就轉為 回來看 我們心的這個力量 所以師傅常常舉一個例子 我們的眼耳鼻舌生意 好比 好比 是馬達 那我們的心 起心動念 支持我們起心動念 或者看 聽 想等等 這個能量 就是我們生命的這個能量 這個發電機 那我們發電機所發出來的能量 平常都是做什麼用 發出來 傳給這壞掉的馬達 在那邊空轉 有沒有 有時候東想西想 我們說比較清楚 打望想 想來想去 想東想西 到最後沒有一個 想出什麼東西 咦 這個就是讓它在空轉 或者我們眼睛往外 甚至不只是空轉 轉了以後 還製造出很多 像現在 製造出很多污染 那我們現在 在做摻殘是什麼 把我們這壹個 生命的能量 這個發電機 本來都輸送到眼睛 往外攀圓 去看 到耳朵去聽 東想西想 把這壹股能量 轉回來 作為點亮我們的一個探照燈 往我們內心去探照清楚 我們心的運作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 所以說 我們這一個問 有沒有回答 不是要給答案 也不是 沒有答案就不問 而是要問到 讓妳問題真正的消失 妳的心 妳的心 就不再 執著了 那妳就可以不用問 這樣清楚嗎 如果你覺得 妳已經都沒有問題 妳的心 真的沒有妄想執著的問題 那妳可以不要問 所以參禪這個問 本身這個問題 是一個工具 它幫助我們 往內心去形成 剿除無名的一個工具 那這個無名 它千變萬化的 很厲害的 所以說 事實上 在參禪 一開始 我們的目標 也不要 定得太高 你知道嗎 因為有時候 你目標 一開始 當然 我們學佛 都是希望我們學佛 學習佛陀嘛 最後要成佛 但這個是一個 很遠的目標 一開始 如果我們目標地那麼遠 我們就學一天 兩天 一年 兩年 三年 五年 哇 那麼遠 妳就會沒有動力了 知道嗎 所以說 其實在參禪或者學佛的過程當中 妳可以把心拉回來 到現前 我們生命當中 現前的問題或者煩惱 作為妳入手的一個方便 那我們現前最大的煩惱是什麼 每一個人 煩惱的點不一樣 你會大節的地方不一樣 那如果年紀大一點 也不一定要年紀大 有一些年輕人 就很有這樣的感觸感受 對生死的問題 所以他第二個問題說 往生死會去哪裡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你知道嗎 你問說 欸 問是誰沒有答案 為什麼要問 如果你覺得問是誰沒有力量 你現在往生死會去哪裡 這個問題 你拿來問師父這個問題 正好會來問自己 因為我告訴你說 欸 往生以後 你要去極樂世界 這時候 你再問問 欸 我真的可以去嗎 我有把握嗎 你連自己下一個念頭 要升起什麼念頭 都做不了主 那你敢保證 你臨命中時 能夠細念在佛號 往生到淨土嗎 所以你念佛也好 你要念到你自己的心 你要能夠做主的 這樣知道嗎 要能夠做到 我現在縱使外面的人家 不管人家怎麼說 任何煩惱的事 我身心 種種境界 我提起一身佛號 我能夠讓自己的心 就一直 真正 信願型 一直在佛號上 那能夠這樣做 你才能夠確定往哪裡去啊 對不對 臨命中時 心不顛 意不散亂 心不顛倒 所以 這個問題 往生死會去哪裡 不應該是問 而且 我也不知道你是哪一位 然後 你這個應該不是要問說 師父幫我看看 我以後會去哪裡 沒有那麼厲害 因為我們 人一直 一直 一直在變 你說 我現在 沒有修 那你不能 不代表 我下一念 提起正念 像以前有一個 老師父帶一個小沙咪 本來那小沙咪 跟在他的身邊 出外行腳 欸 就走走走 那個老師父是一位阿羅漢 正國的聖人 但是他的小徒弟在那邊 跟著在身邊學 跟著師父去行腳 結果他走走走 他就突然看到 應該是 可能一隻受傷的小兔子 他就很 很 就要把他照顧 然後他就說 哇這個兔子好可憐喔 那 他就那時候心中就想到 哇這個 你看這動物啊或者生命 他們其實有好多苦 希望我好好的跟著師父 學佛修行 我以後要幫助所有受苦的眾生 他心中就默默的 這樣自己發一個心喔 就這時候 他的師父 因為是阿羅漢嘛 他心上說 嗯 這小菩薩發了菩提心 要利益眾生 他的發心廣大 所以這時候他就跟小沙咪說 欸 你走在前面 你的東西 師父就自己挑 我說欸 那小沙咪就很奇怪 因為我不是要做師父試者 怎麼師父現在 反而叫我走在前面 師父還幫我拿東西 他自己就 有一點不好意思 但走啊走啊走 他一面走一面想 哇要幫助那麼多的眾生 好困難喔 哇我這也不知道何年何月 我看還是算的 欸 他動了這個念頭以後 他師父說 啊這個 佩思母提心 來 東西你繼續跳 所以 他不定的 不一定的 所以我們不要 親視我們周邊的任何一個人 也不要親視我們自己 佛陀說 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得相 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 只要你願意修 每一個人都能夠成佛 只是看你 什麼時候解決你妄想執著的問題 這樣清楚嗎 所以真正往生會去哪裡 要問你自己 而且這一個問題 正好是你參禪很有力量的一個問題 好 來 師父您好 請問每一個人背後 是否還有一個真正的我 在背後 為什麼是在背後 不是在眼前 請師父開示指點 要如何精進才能更快的與它同時存在 可以幫助自己也幫助更多的人 了願 事實上啊 這真正的我 不是離開你這一念心 而另外有一個我 不是的 不是的 每一個人 我們的真心 本來都在 只是因為妄想執著的覆蓋 所以我們看不到它 所以靈濟禪師 他就說 有一無畏真人 終日出入我們的六根門頭 在眼 見 耳就聽 但是 他完全無所住 所以大家看我們這個PPT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我們的真心 的樣貌 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 不管欲言對勁 碰到任何的眼耳鼻子的聲音對勁 若是你能夠做到 你的心如一面明進般 胡來胡現 汗來汗現 什麼叫胡來胡現 汗來汗現 好的來 就是好的 如實的呈現 壞的來 我也不會排懼 不會討厭 好的來 我也不會要把它抓住抓去 各位可以做得到嗎 我們真心的樣貌 就是 如同一面 廣大無邊道 比虛空還要大的鏡子一樣 但是他又跟木頭石頭 對外界全無反應不同的 所以他是無所住 他不會喜歡的就抓去 討厭的就排斥 也不會 把這些苦惡 苦樂善惡 就在心中 種種的對立分別 但是 他卻又能夠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如實的映照 那要怎麼樣做到 怎麼樣讓我們的這一個 本來面目 能夠早日的顯現 所以在餐禪的時候 你不要設定一個 預設立場 知道嗎 因為在餐的時候 你問是誰 是誰 如果你心中隱隱約約 我要找的就是我的真我 真正的我 現在我在問的這個是假我 有的人會這樣喔 是煩惱妄想執著的我 我要去找那個 清淨無染真正的我 然後讓我的真正的我出來 然後我能夠照顧好它 當你心中有這樣的一個想法在的時候 你起不了意義 這一點 大家有沒有聽清楚 很重要 只要你心中有一個預設說 就是一個真我 或者你說這個就是我的真心如來臟 你要去找你的真心如來臟 你覺得有一個答案在那邊 你不會起疑的 所以有時候你在是誰 覺得好像這是誰 知道了 跑出來了 你還要砍掉 他知道是誰的 又是誰 再繼續逼問下去 那真正 剛剛不是講了嗎 真正要問到什麼知道 問到 透過這一個話頭逼問 到無名種子犯攤 其大遺情 打破遺情 爆破 這時候你的心 就會進入到 徹徹底底的 硬無所住 而生其心 沒有任何事情 善惡好壞對錯是非 能夠撼動你的心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就不是嘴巴講的 所以六祖大師 他開悟以後 為什麼說 何其自信 本來清淨 何其自信 本不生滅 何其自信 本無動搖 何其自信 本自具足 何其自信 能生萬法 他為什麼有本是 一連串的 五個何其自信 因為他那時候透過 他的修行 體驗到他心的狀態 就是本不生滅 本自清淨 本無動搖 本自具足 能生萬法 那前面的 不生滅 不動搖 本自清淨 這個都是 無所住 不生滅 不動搖 本自清淨 本自具足 本自具足 生其心 能生萬法 所以我們注意來看 餐禪 要解除的是心解 當然在餐禪 跑箱 提施 做設法 過程當中 也會對我們身體當中的一些 障礙也有清除 的功能 如果你七肢做法做好 跑箱甩手做好 也會對我們身體有幫助 所以這有一個人問 師傅 氣功靜坐和禪修 有不一樣嗎 可以在一起修嗎 氣功 或者 一般我們在外面 Meditation 它有一些冥想或靜坐 嚴格來說 看起來跟餐禪一樣 但是它的本質 是不一樣的 本質 因為重點不一樣 甚至 我在 跟著師傅 在帶禪期的過程當中 發現 有不少人 參禪 想要 不是想要 就是參禪它比較深入 如果 往內心 行聲的時候 有時候 它的氣 容易跑出來干擾的 容易 有時候有些人 甚至我有一次在 應該是東莞吧 帶禪期 他後來氣動到 整個人會一直 動得很厲害 那通常 有這樣狀況的人 還有 上個月 在四川 在成都 帶一個禪期 有一個禪期 其實很用功 但是 很容易 會 有氣動 或者氣干擾的狀況 那 我後來去了解 大部分 會有這樣狀況的人 有不少成分 過去 有學氣功 或者學自己身體 一些功法 各種各樣的功法 當然不是說這個不好 因為其實本身 氣功 或者有一些功法 它本身對我們的調身 其實它會有一些幫助 但是 它的問題是 如果你在做這些功法的 當時 你沒有搭配的心法 用功的心法 你的注意力 其實是很容易專注在 我們身體氣脈的流動 這樣大家清楚嗎 所以 事實上我們的心 容易被我們身體氣脈流動 變化影響 心容易跟著身體的變化 感受來跑 而且 有時候 你心被它牽著跑 你自己 還不知道喔 有人說 反正我就是 看我沒有去執著它 但是 你去注意它 看它的時候 其實你心不知不覺當中 會被它牽著跑 所以說 並不是說 學氣功或者靜坐不好 有些人 有些人學打太極拳啊 學一些其實都不錯 但是 它跟參禪的本質上 是兩個不同的重點 一個是重點在調我們的身 這些 那真正參禪 重點是在解開我們的心結 要把我們無始劫來 在心中所累積的這些 所有的結 一層一層要把它打破 打開 所以這樣清楚嗎 所以 如果你本身自己 有在練什麼拳打功法 那個沒有關係 但是在參禪的時候 不管是身或心 所有的境界 變化 流動這些洞 通通要砍掉 所以在禪中的祖師裡面 它為什麼就透過跑箱甩手 它就會幫助你身體裡面的氣 因為其實如果你有練氣功的話 收工很重要的 因為你收工 你氣有會歸來 它才不會在你身體裡面亂喘 那在身體裡面亂喘的話 有時候越修 等於說你把你的氣已經攪動起來 但是它沒有匯入中脈的時候 但氣功可能有氣功另外的講法 沒有會歸收射回來 有時候你心一靜下來 很容易這些氣就跑出來會干擾 會串動的 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說這個也要看你怎麼練 來 這裡還有幾個問題 我一併都一起回答 做了30分鐘後 胸口突然間一直震動 覺得身體很累 這樣正常嗎 通常 你如果做做做 覺得 這胸口會震動 大部分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是一種氣的動 因為你提話頭 注意力擺在胸口 對不對 你注意力擺在胸口 集中精神在這邊的時候 你氣也會往這邊聚集 所以這時候 會有這樣的震動的狀況 它是屬於氣的問題 那你真正在殘羞的時候 碰到這樣有氣的問題 你最好下一支箱 你在跑箱甩手的時候 要比別人 邁開腳步甩開手 把你這個串動的氣 把它跑掉 消瘦掉 消散掉 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它只是一個身受的變化 所以說 當你這樣氣動的時候 事實上你也可以 就深呼吸 握緊拳頭 然後拳頭放開的時候 有一點出氣 但止盡不能出聲音嘛 把這個氣 把它宣洩掉 然後再回來看著 衣著 因為一開始 我們在餐的時候 讓你的心 注意力擺在這個範圍 是讓你有一個著落處 心不會到處跑 到處散 但是蠻多人 會變成很集中精神 盯著這個地方看 但是餐禪 它這一個所緣境 是讓你有一個著落處 來提話頭來問 重點在問 是誰跟在這個問當中的疑跟照 這一股力量 才是整個餐禪的核心喔 所以 並不是要你盯著在這個地方 但是 因為一開始你把話頭 置在這個地方 去餐 去餐 其實慢慢慢慢 你心頭也會悶起來 也會有力量的 是沒有錯 但是一開始的這股力量 其實是有問有疑 但是更多的比例跟成分 其實是一個氣的聚集 但是沒有關係 一開始你有這樣氣的聚集 也沒有關係的 但是你只要記得 是回來 不是盯著 一直看盯著 然後你也不問不疑 那這樣就不行 但是你有提話頭 在這個每一次的提問當中 都一而再再而三的去 移著 移著 就沒關係 那一直問問問問到 你覺得 好像很緊 很緊 但一天大概不大可能 你覺得很緊的時候 有一些人 你告訴他 你要放鬆一點 他這時候沒有辦法放鬆耶 沒有辦法 但事實上 你一直很緊逼的問 氣會很容易集中 那氣集中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整個人很緊繃 甚至有一些人會覺得 哇 我沒有辦法再問下去 但是他又問 然後就一直反住 他就會覺得 在這個地方沒有辦法用功 但是事實上 你如果用功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你要試著 如果你沒有辦法放鬆 我自己很喜歡用的方式是 當然零四晴朗虛空 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但是你平常其實 你就這樣慢慢的走 然後 那時候你就不要刻意的 提 因為有時候眼睛一閉起來 你一直是誰 你就一直追一直追 你就會整個人會很緊 但是 這時候你其實 就身體要讓他放鬆 然後就慢慢的走 然後注意力就輕輕的擺在 雙翼的範圍 然後速度不用太快 但是也不用刻意 像話頭先請很慢的 去逼 其實這時候你放鬆的時候 你慢慢慢慢走 反而會覺得你整個心中 那個怡怡啊 這狀態會不一樣 你可以試試看 可以試試看 所以說 我是延伸這個問題到 你覺得 胸口震動的話 你可以用 下一支箱 跑箱甩手 或者你用出氣的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 你不要把 那個 過度集中在一個點 比如說你集中在一個拳頭大 它就很容易 會氣在這邊聚集 你就大概 擴大一點 在整個 胸口的範圍 如果他氣還是很強很厲害 你可以甚至把注意力 再往外面一點點 都沒有關係 這樣知道嗎 有一些人氣很容易動 然後他容易往上衝 或者氣動很厲害 你就把往外面一點點 注意力擺在這邊 是誰 他的氣的感受 之後就不會那麼強 但是你會回來 在這個地方 繼續的意義 那這一個問題 很有趣 就有一個場合是 順便搭配一起 一起回答 這邊沒有時鐘 5點喔 5點05了 哇 好像我們今天的活動是到 到5點半 OKOK 好 那我快速的回答 因為我是想搭配 搭配問題跟 那個餐禪的一些方法 跟大家詳細的講 那剛剛講到這個部分 其實餐禪很好玩的 餐禪真的很好玩 大家如果以後有機會 就是每一次禪修 你把自己當成 投入一個實驗室 把自己的身心去做實驗 那做實驗 有的時候 要 要 那個 科技界叫做 那個 tri arrow 試錯 除錯 有沒有 你要去那個 除掉你自己 有時候 這個不對 但是 你反而會越來越清楚 應該怎麼做 怎麼修 你不去試 有時候只是聽 你自己不知道的 有時候縱使你聽到 哇 我明白知道怎麼做 但是真正當你在修 在用功的時候 碰到問題 你沒辦法 知道嗎 所以說有的時候 聽了以後 你一方面自己也透過禪修 去實驗 實踐力行 那有時候也不要急 過去祖師大德 你看歷史當中 這些祖師大德 他 有法了以後 他自己用功 自己在用功 然後 趙州和尚 唐朝的主持 他說 就禮做看二三十年 他當時是告訴弟子們 你就好好的這樣去 去餐去用功 慢慢慢慢 你的功夫 其實會越做越好 越做越好 有一個溫哥華的老菩薩 叫阿苗 那時候我們去帶他七十幾歲 他跟英傑 英傑八十幾 對 現在阿苗可能都八十幾 快九十了 我們那時候去帶他 然後 九十了嘛 他很厲害 他很會餐的 這個老菩薩 我真的很佩服他 為什麼佩服他 最早師父去溫哥華 應該是05年 第一次去弘法 04 04還05 第一次去弘法 然後從師父去演講弘法開始 他們就去聽 然後禪修都會來參加 然後他應該是不知道 過了幾年 有一次就問方丈和尚 那一次方丈和尚 去帶當維諾 他說 師父啊師父啊 怎麼辦 大師父開示我都聽不懂 所以就很佩服他 他完全聽不懂 但是他就是 老人家有一個很虔誠 說難得有師父來 又是禪修 他本身自己可能過去生的姻緣 所以他對禪修是好樂的 有興趣的 他想要用功 但是又聽不懂 不知道怎麼用功 所以他後來這樣一年兩年 那幾年下來他有一點著急 他覺得說這樣好像也不知道 到底在做什麼 只是看到師父很開心 然後就跟著這樣做做做 但也不會怎麼 不會用功 所以後來 他 因為方丈和尚本身會講廣東話 他本身是 那個 移民過去是廣東 那香港人 講廣東話 我不會講 所以沒有辦法溝通 但方丈和尚就問他說 你會不會 廣東話的托實詩是誰 你會不會這一句話 他就說托實詩是誰 廣東話我不大會講 托實詩是誰 他說你會不會講 然後他就說師父我會啊 這句話我會 我會 然後他說可以啊 那就好啦 你就只要問了這個托實詩是誰 然後 就好了 你就這樣打坐的時候 你就 每一次 就一直拿這個問 一二再二三的問 結果他竟然問到 心頭會熱悶耶 會悶 會悶 所以後來 他這樣 應該是過了 一兩年 到一二還一三 應該是一三 那一年我去當威諾 的時候 然後他就跑來問我 他就說 我打說師父我在參 因為他那時候 我就看到 這個老菩薩 我去之前 方丈和尚還特別提醒我說 溫哥華有幾個老菩薩 好像是跑快圈的喔 七八十歲 很厲害 然後那時候他說 跟我講說 你不要 被他們在後面追 但是我後來發現 這幾個老菩薩真的很用功 很用功 他參起來 他其實那時候參 參到他整個就一直很悶 但是年紀大 有一個小小的 小缺點 就體力比較不夠 體力會比較弱一點 所以有時候參... 他就一直卡在那邊 卡在那裡 然後但是我還記得那是禪七晚 他還特地那個 阿妙菩薩還跑來跟我講 他說 他說師父 我知道就是要把這個主人公 主人公找出來 那時候我就想 他怎麼 這個老菩薩 因為我之前還不是對他很熟悉 他怎麼知道要找這個主人公 因為我們是問是誰是誰 我說他還不錯耶 他還說 就是要找這個主人公 找主人公 他說一定要把他找出來 但是他參到 那時候他就說 一直都會 整個心很悶很悶 但是不知道怎麼辦 後來我就發現他其實是 臉紀大一點 體力會比較弱 我就跟他講說 阿你就 有時候你如果參得太緊 一樣抱著這個話頭 比較放鬆一點這樣參 就跟他講說 你就這樣用功 你就好 後來又過了幾年 這個老菩薩 他在 應該是 再過了兩三年 又是方丈和尚在過去 再待的那一年 不知道是一幾年 就是前幾年的時候 他就跟師父 跟方丈上 講他自己在家裡面 的一個體驗 體會 他其實就透過這樣 一直參參參 參到他進來有 疫情爆破的體驗 而且他疫情爆破的體驗以後 他就很好奇 又跑來問方丈 說 師父為什麼 我發現我現在沒辦法生氣 其實他本身個性 我覺得就蠻好的 他會發現 他生氣不起來 比如說小朋友東西如果亂丟 有時候他會欸欸欸 就會唸一下 他就會發現他完全沒辦法生氣的 其實老人家很可愛 但是他就標標準準的 很單純的透過提問 但是讓他的心一直有形聲形聲 而讓自己的心整個藏開來 所以參禪每一個人都可以的 每一個人都可以的 但是要能夠參到有體驗 有一個最重要的前提 就是我們的這個心啊 很多人其實參禪最大的障礙就是 我們的念頭四星很強很厲害 你要問問問問到後來就說 師父啊問到沒有答案 為什麼還要再問 你就問不下去了 所以在這個地方你能夠繼續問 你就能夠打破問題 這樣清楚嗎 所以參禪一點都不難 你看人家七八十歲老人家 但是他有一個特質就是 他抓到有一個方法 他就很踏踏實實 你看幾年的時間這樣一直用功 平常老人家沒有什麼太多事情 其實跟老人家有的老師念頭也是一樣的 他就是一直參 一直參 就參到他能夠有這樣的體會 那這一個問題 本性煩躁不耐煩 輕易就火冒山葬 知道是不對 但就是做不了主 幾年前 在十日山水禪修 我們山上有打十日禪 回到日常生活之後 極度煩躁 一波又一波的來襲 很用心力 很用功的參就 搏鬥掙扎了十多天 一天早上醒來 發覺煩躁沒有了 多日來的妄想 雜念 妄念 雜念 像是斷了線 支離破碎 想都想不成竄 整個人很平靜 非常平靜 甚至覺得自己包了一層模式的 融入周邊空間裡 有點像是隱形在空間裡 有點虛幻的感覺 這個情形維持了兩天 又恢復如常 請問這是怎麼回事 接下來的日子裡 有幾次 就無緣 無緣由的一股煩躁 像是一隻劍似的射出 心裡好難受 就在這個時候 握金剛拳 睜眼猛力的默默提斯 來抵抗煩躁 看著胸翼處 煩躁的發射處 掙扎約一會兒 直到煩躁消失 請問 如此這般是正確的做法嗎 可以践行把煩躁的習氣給改善嗎 其實 我們每一個人的習氣不同 但是能夠看到自己的習氣跟問題 那個就是很大的進步 有一些人 剛開始摻殘 比較用功一段時間以後 發現奇怪 我本來的個性 脾氣都不錯 為什麼我摻摻摻 覺得好像我的心中 會有這種波動 有一些人會這樣的 因為當我們往內 行生在探究 其實就是要攪動 我們無明的刻苦種子 往內心去攪動 所以平常 你都不理它 看似相安無事 但是真正 當你要往內心去行生的時候 無明它也不是省油的燈 你越要攪除它 它其實越會跟你反彈 所以真正在打殘氣的時候 大家可以試試看 你真的有用功 有時候 但是還沒有起一起 白天你都能夠把你的心 好像一直提起話頭 把你的雜念妄想 打掉打掉一直在殘殘殘 看似好像很用功喔 但是晚上 一睡覺睡著 整個 念頭夢境啊 啪 排山倒海而來 而且 它是很片段片段片段的 就好像雜念妄想非常非常的強 那個就是無明的反彈的作用力 所以 如果你真正在殘殘 以前主師說 殘殘起疑情 虛辱翻業障 如果你殘到 你的心中 有疑的力量升起 那疑情 是以什麼做養分 就是以我們無明種子 蠢動反彈的力量 作為疑情 凝結滾動的力量 所以 你如果真正 殘到有疑的時候 比如說 你雖然整個身體很放鬆 就看著疑著 但是 你會覺得那種疑 跟你前面很緊很緊的 這樣的疑 不大一樣 前面你的嗶嗶嗶 它因為有氣的成分比較強 但是 後面你整個 算鬆 但是你心中 一直有一股疑的力量 好像沒那麼強 但是 有時候你會發現 它會 有時候會 擰一下 有時候會突然有一股力量 一股力量 但是你搞不清楚 那是什麼 其實那個就是 是自動在磁吸我們無名的種子 的力量 所以說 你能夠 掺到 發現說 日常生活當中 你的煩躁 你知道你本來有煩躁 但用功一段時間 突然發現整個煩躁 一波一波都一直排山倒海而來 過一段時間突然發現煩躁沒有了 但是那時候因為它一直在用功 其實你後面啊 能夠有那樣的一個 突然覺得好像所有雜念妄想 像斷了線支離破碎 整個人很平靜 這樣是一種修行 比較深入的一種體會 體驗 它其實是一個心理的體驗過程 好像有一層模式的 其實這種形容啊 每一個人的形容會不大一樣 好 謝謝 但是 你如果參到有比較行聲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 你跟你周遭的人事物世界 會有距離 那跟心理學裡面的那種疏離 不大一樣 那種是一種 你心會很清楚 很平靜 不是那種好像很 很 不是depressed 或者說那種 不是喔 而是很平靜 但是你會發現 很多人事物跟你的距離 會拉遠 這個不一定 你要參到疑情爆破 有時候你參參參參 參到深入的時候 會有 整個心 撥開的體驗 也會有的 也會有的 那維持兩天 那不錯啊 不錯 那再代表說 你有用功 比較深入 但是在接下來 有幾次 又無緣無故 會像一股煩躁 會突然 跑出來 所以 參參休息 它不是說 我們稍微有一點點體驗 就所作接辦 不是的 不是的 我們無明 的軌跡啊 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所以說我們真正在參 其實你就是回過頭來 只要發現 你內心當中 而且你後面 其實你在用功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心比前面 會更有情形警覺的力量 可能過去 你煩躁 就連自己為什麼煩躁 都看不清楚 但是後面 你會發現突然 咦 煩躁 它會突然 你這形容啊 講說 一股煩躁好像一隻劍 啪 冒出來 射出來 咦 代表 你的心 去看覺察能力變強了 變強了 所以這個是不錯的 但這時候握金鋼拳 盲力的摸提斯 其實 打開眼睛是對的 有時候 情緒 或者波動很強的時候 你閉著眼睛 你可以 把它打開眼睛 維持眼睛不動 然後 握拳 甚至 你末體 其實出聲的提斯 效果更好 或者你 出氣不出聲也可以 水 在看 咦 它究竟從哪裡來 是誰 用這樣的方式 這樣是OK的啊 是OK的 是OK的 所以有時候 如果有碰到 在摻殘過程當中 有這樣的狀況 你的確 可以用握緊拳頭 奮力的提斯 或者說 用跑箱 也可以 這最簡單的方法 好 那剩下幾個問題 如何開始呼吸 怎樣吸進來 怎樣呼出去 咦 這是誰問的 這個呼吸的方法 其實 觀呼吸 有非常非常多方法的 但是在摻殘的過程當中 我們不刻意的注意呼吸 你可能是想問說 是用鼻子呼吸 還是用嘴巴呼吸 是不是鼻子吸嘴巴呼 嘴巴吸鼻子呼 還是怎麼樣 對不對 有點喘 好 沒問題 一開始我們的呼吸啊 其實在摻殘的時候 不必刻意的去照顧我們的呼吸 但是 修觀呼吸的方法 對於我們心的穩定 對峙散亂心非常快 很有效 所以你事實上可以練習這樣 呼吸的時候 你就看住你的呼吸 比如說你注意力擺在你的鼻端 它有很多方法 你現在可以用一個方式 你的注意力擺在你鼻端 大概 你鼻子 這一個 這個範圍 鼻端這個範圍 那你呼 跟吸 都讓它自然 那你吸的時候 你可以看著你的呼吸吸 呼的時候 你也知道它呼 所以你知道你每一個呼吸 它的長 短 輕 重 但是 你不要刻意的去改變它 刻意的去控制它 不要 你就只是如此的知道它 用這樣的方式 讓它自然的呼吸 這時候你關著你的呼吸的時候 慢慢慢慢慢慢 你的呼吸心也會很快的平靜下來 這是關呼吸的方法 那現在通常在 我們接觸啊 在日本的餐公案 它很多它都是 先叫 來餐廠的人 先關呼吸 關一年 以後 關呼吸 以後它才給你公案餐 但是 我們在看過去的 禪中組織 其實它並沒有特別的強調 說一定要先就關呼吸 所以說 你其實前面在用功的時候 呃 你如果覺得 呼吸 你也可以搭配 吸氣 然後呼的時候 你就 水 然後呼完 你就看著 然後 這時候你可以讓它自然的呼吸 你可以 你可以再吸氣 水 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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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剛剛講的這個你可以搭配參禪 就是你呼氣的時候 可以默默的提在你心中 水水 然後你其實用鼻子也可以 如果你不出氣的話 你就一樣用鼻子 但是也不要一直就變成說 都是每一個呼吸 反正呼你就水 這樣會變成你會比較是注意在呼吸 因為參禪事實上 我們的重點不是擺在呼吸上 是要擺在你這個問 以及問帶動你心中去找的那股力量上面 好嗎 那關呼吸有太多的方法了 包括也有鼠息 有的是吸氣鼠 有的呼氣鼠 那通常比如說你用鼠息的方法也可以 你也可以練習看看 比如說你現在覺得你的心比較散亂 那你就在呼氣的時候數 比如說你吸氣 用鼻子就好 你呼的時候就數 在心中數就好 然後再吸氣 然後呼吸的時候 然後你要注意你的每一個呼吸喔 如果你心中跑掉了 念頭跑掉 忘記你數到幾 再從頭回來 從一開始數 從一數到十 再回來 從一再數到十 好嗎 好 那 我看問題真的太多了 這兩個長的問題 我看等一下 留下來再問好了 好嗎 我還有一點時間 但是不要耽誤大家的時間 這問談經的 這兩個 因為都是大問題 一個是問談經決議品裡面的 一個是問定慧品 那個這個要講都要講很久的 那提吾的作用是什麼 最後一個問題 通常提吾 這個誰問的 提吾 為什麼會提吾 我們今天是教大家參是誰嘛 那你是因為過去有學提吾的方法 那提吾其實這個吾 叫做吾字公案 過去在參產裡面 那他這個吾 其實最傳統的參吾字公案 就是 聲問兆周 有 狗字還有佛姓也無 有一個出家眾 出家師父 問兆周和尚 欸 師父 師父 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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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有沒有佛姓 狗有沒有佛姓 來 我問各位 有沒有佛姓 有 欸 大家都說有 那兆周和尚卻說 無 來 為什麼 為什麼說無 你有沒有辦法用你的腦筋 代替趙周和尚幫他找理由給答案 你再怎麼想怎麼想 都沒有辦法真的用腦筋給出答案 因為趙周和尚的這個公案 這個吾字公案 是自古以來 非常重要的禪宗一個很重要的公案 所以他提這個無 其實 在元朝至色禪師的禪宗絕一集裡面 就有點出他參究的重點跟訣竅 在說 為什麼說無 因勝到無 趙周和尚明明就有啊 佛陀都說有 那趙周和尚說無 他一定有他的道理 他為什麼說無 他為什麼說無 那你每一次問 欸 無 無 是不是在你心中 就會加強 讓你要弄清楚 趙周和尚為什麼說無 對不對 他跟問是誰 其實是同樣的道理 他這個武器 無 或者誰 都是一個武器 他這個武器的作用在什麼 要讓你心中越問越疑 所以參禪要的是疑 那這個疑你怎麼用 你就要越看越參越不明白 用這個看跟參 就是使用這個無或者這個誰的方法 無 為什麼說無 無 你每一次提就在心中去疑著 所以有一些人他參禪掌握不到訣竅 他無 就碰到有念頭 無 都沒有 所以他這個無不是問句 你知道嗎 他這個無 直接是一個 他把它當成一個武器 但是這個武器不是幫助他問 他直接無 什麼都沒有 我曾經碰過一個局勢 他說 師傅這個無太好用了 我每次碰到有煩惱 馬上 無 無 他就直接用這樣 他也是好像有點像提斯 或者說 無 都無 但是 這一個點 就沒有掌握到參禪的訣竅 所以他不會起疑 所以這一個無 提無是要幫助你去參的 所以你提無你要搞清楚 當時這一個參就的主題是什麼 所以這個話頭 通常比如說你一開始 你整個把它唸一遍 叫做全題 這一個問題 這個話頭 這個主題 那這個很長嘛 所以後來 你有的時候 你在 為什麼說無呢 音聲道無 為什麼說無 這就把它 撵提出來其中一小段 但是你就越集中在這個地方 但後來其實你也不用說 為什麼說無 就無 無 你每一個無 其實就是音聲道無 一直往內心去 去探究下去 所以提無字公案是這樣 當然無也有演變到後來 到日本他有另外的方法 或者漢山大師他用 本來無一物 讓人家來參 本來無一物 明明有 為什麼說本來無一物 其實也是 為什麼無 這樣知道嗎 其實你不管怎麼穩 重點要讓你心中會 咦 才是殘殘的重點 好 那我今天跟大家講到這邊 那 最後給大家看一個 來來來 我們殘殘啊 在做 做功夫 他其實還是有一個次第的 昨天有跟大家說 我今天要把 任元清解六解要講完 所以我最後用這一個表做一個解 出於文中入流往所 我們平常心很動 一直都往外攀圓 動盪不斷 那這個動要怎麼解 於文中入流 怎麼入流 怎麼入流 我們提起一個話頭 是誰 讓我們往外攀圓的心 即刻拿回來 就入流了 所以 就解除了凍結 那 這一個入流你看喔 他就升起 參或看的心 什麼叫看或參 是誰 但這個是誰 不是嘴巴 是誰 是誰 或者無 看這個話頭 或者參這個話頭 這話頭是什麼 是誰 或者是無 或者萬達歸一 一歸何處 一歸何處 等等 或者過去 還有很多很多的公案 那這個看或參 就是讓我們 於所有預言對境當中 能夠入流 即刻從動 從境界當中 跳機 跳機 那心心急急我這裡不講了 因為那個有一點點深 那講到定會等詞的問題 所以要怎麼跳機 在禪酒裡面 我們call call 跑箱 有沒有 今天有練習 跑箱 跑箱大家不要小看它 你如果真的跑得好 甚至站板的時候 可以頓失身心 很多人做得到 在跑箱的時候 跑到後來 你會覺得 好像也沒有一個人 在這邊跑 穩定速率順時針的跑箱 因為它會產生一個離心作用 會把我們 支撐雜念妄想流動的 這個能量 通通會把它拋空 然後這時候 就會讓我們的心 拋開雜念妄想 無物可住 不執著 所以這時候 就解了凍結 有沒有 這是師父 我們大師父 會門禪師做的一個表 他用動靜歸空 來描述我們在參禪或者修行 解六解的過程 那再來 你提起話頭 往心中 來探究著 進入了禁結的時候 所入即即 動靜兩項 了然不深 那這時候我們 比如說提一個話頭 往內心當中 去追的時候 這時候 是怎麼樣 波雲伸行 拉開能所距離 而進入即即 去而不去 所以這時候 你提起一個話頭 往心中 去追究的時候 其實 你同時 心中 要有去追的力量 所以我 中午的時候 有一個同參 在問我說 他說他之前 在提話 因為可能過去 沒有 比較沒有接觸殘殺 所以他一直用功 摸索的過程當中 哇 一直 其實很用功的 這個同參很用功 但是他一直很辛苦 就覺得有一些東西 沒有弄清楚 所以他說 好像 對於一些覺察 或者關心 關照的方法 後來他有接觸以後 覺得 對參禪 他才終於 比較明白 比較弄清楚 我說這樣很好 但是 這一個部分 就是因為我們 在提問的時候 這個去 其實他就是在講去 我們提問之前 之中之後 你對於你的身心的 所有的動 要有這種去 去 定 的功夫 那這個去定的功夫 你才有辦法 在 這一個 探究當中 繼續的 形成下去 所以這個去 而不去 是什麼 你雖然往心中 去 在追究 但是 這個去當中 追究的時候 卻同時 他卻有 不去 急急的定 在裡面 這個 好像用想的 有一點難 對不對 欸 是我又要去 又不去 我到底要去 還是不去 有沒有這個問題 其實你用功 就沒有了 你一直去用功用功 去追去追 到後來 不是你做意要去 知道嗎 他不動 你的心不動 你就好像沒有再去 好像沒有再去 但是 心 只要一動 即刻 去追的力量 不用再動腦筋 即刻 去而追之 這時候就到歸了 有沒有 歸而求之 這時候 你的心 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 應無所住 你的心 歸 好像不動 但是 同時 你心中 卻有一股要探究的力量 而求之 所以 你的心中 是不是同時有急急 我這個也在回答 另外一張問題 也有探究 心心的力量 但是 你同時 心中 又不去 看似 好像 沒有再去 急急 那只要心 一動 你即刻 又 行星的 會去 去定它 那 升起行聲的作用力 行聲的作用力 去而追之 行聲的作用力 好像 在深處 行聲 看起來好像我們心不動 但是 是 我們卻有一股追究的力量 在心中 一直追到不清楚 不明白 身行 逼 無明反彈 這時候 身行行聲 看起來它好像是在很深處 看起來是不動 但是逼了無明反彈 而在追究下去 就 心心 警覺的探究力量 所以 這個 規的部分 其實 都是在做什麼 過程 這六個節 詳細要講 師父有 講 動節 就比較出阿賴耶穌迷霧圖 這裡我們 先不看了 對峙 煩惱造業受爆 入流亡所的 然後 禁節 就是 對峙我們 第六四當中的分別我指 也就是指我 所以禁節需要以 禁止動 禁止動 所以 做到 不提字提 不宜自宜的時候 這時候動靜兩項 被穿透 而進入 去而不去 這時候才有辦法解除 禁節 所以 參禪事實上 你要解節阿 這一個過程 我們一般如果還是坐意提話頭 基本上 你會不會發現自己的心 都是 好像在動 你提 好像靜下來 但靜沒有多久 沒有辦法再深入 它又動 所以我們一般 初出做功夫 如果你沒有起疑情 到不宜自宜 不提字提的時候 你基本上就是在動靜裡面 轉來轉去 沒有辦法深入的 那要解除禁節 就是 這裡 要能夠做到 不提字提或不宜自宜 這時候 我們心中會進入 去而不去 就是 心不動 你看起來不動 但是 它一動 你不必透過動腦筋 即刻 嗯 是不是 不是腦筋作意的 而是 你提問話頭追究的力量 比它還要快 自動的會升級去轉化它 那後面 所以這個部分 在歸而求之裡面的歸 就是不宜自宜 不去而去 去而追之的作用 會往我們內心深處 去撞擊無名的反彈 所以 有的人說 師父 你到底 起疑情 我怎麼知道 我有起疑情 還是沒有起疑情啊 我就說 我說你這樣 疑錯地方了 有時候我們會這樣 其實 你真正起疑情 就是 你心中一直 其實 不難的 如果把標準降得很低 你提問 托死師是誰 然後 你心中有一股淡淡的 好像不清楚 腦筋也給不了答案 這個勉強你可以把它稱為疑 這樣知道嗎 所以起疑情難不難 其實 很簡單的 只是問題是 很多人在這個地方 就不繼續下去 所以以前高峰園廟 他 包光連我們 禪宗的主師 高峰主師 他都說 他有提就有疑 不提就不疑 他有一段時間的用功 也是這樣 就變成他一直在用功 好像不用功的時候就不疑 所以 那時候沒有辦法做到不疑之疑 所以其實起疑情 不會很難的 但是問題是 你要真正 撞擊到無名反彈 這時候的疑 才會強 那 這個是叫做什麼 你會百分之百 你看喔 師傅用百分之百 就表示 你心中會 原來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知道自己 原來真的不知道 我們現在都認為說 我很清楚 很知道很明白啊 我們看不到心中的那個 真的無名 不清楚 不明白 看不到 但是當你行聲到 不宜自己行聲 撞擊到無名的時候 你會發現自己陷入一股 完全不清楚 不明白的狀態 那個是一個心 行聲到見山不是山 見山見水不是水 你會完全都陷入不清楚 不明白的狀態 這時候疑情就很強 就很強 當然 那也不要說 欸師傅那我這樣餐 好像一直都沒有疑情很強 沒關係 每一個人不一樣 知道嗎 有時候也不要去求說 我一定要疑情很強 這很難說的 我們之前在學院裡面 有的人是整個七 打七個七 一個七一個七 慢慢慢慢一直很用功 慢慢慢慢累積起來 他整個疑會起來 那也有人是這樣用功用功 但是他好像疑也都一直不強 但是後來回到學院生活當中 在忙事情 處理事情 其實也發心承擔一些知識 有一天忙完 突然進禪堂 好不容易喘口氣 我要進禪堂 要好好能夠坐下來用功 他一坐下來 整個疑情就頓發 也會有這樣的 你不預期 但是你一直在用功 在用功 他會有這樣的情況跟狀況 那至於後來 空結跟滅結 簡單來說 就是要處理 我們念起見起進獻 跟第八阿賴耶識無名種子的問題 所以空結滅結 同時解除的時候 疑情爆破 心中沒有任何內容物 你就是體驗到諸佛獻全身 也就是體驗到六祖壇經講的 無助無念無相 也就是體驗到金剛經的 應無所處而生其心的狀態 那這樣的狀態 會讓你的心有一個值的轉變 不同層次的轉變 所以剛剛不是講那個老菩薩 所以他心中透過摻山摻 摻到有一點體驗的時候 他發現他竟然沒辦法生氣耶 大家覺得好不好玩啊 如果你想要說 你以後可以摻到說 我的心竟然都不會起煩惱耶 因為我想要起煩惱 怎麼沒辦法起煩惱 那你就要好好的摻 不要設定太短 三個月希望就能夠做到這樣 那這樣你壓力會很大 反而更困難 你就把摻殘當成一個生命當中 其實今天最後回家之前 我跟大家提幾個點 我們摻殘其實重點要持續 不是說我們今天來聽一聽 或者殘休覺得還不錯 Feeling good 然後就OK了 而是他回到我們生活當中 都可以用 你只要平常 不管在工作生活家庭當中 你可以試著輕輕的把你的注意力 我前幾天演講有沒有 有教大家 你要輕輕的把注意力 就擺在這邊 那這個擺在這邊有什麼好處 你發現你的心一跑掉了 你就碰到你的心 你又貪心了 是誰 你輕輕的在心中 你一個是誰 讓你心回來 你知道 有的時候我以前 我剛開始有時候 我就覺得 心好像要拉不回來 我說 你就這樣 你有用很刻意啊 你就輕輕的 就自動的讓你的心拉回來 你先這樣練習 你唱一唱 有機會你把心拉回來 有機會把心拉回來 那不是誰 而且每天吃飽飯的時候 你不要馬上一忙碌碌碌碌 你給自己至少五分鐘吧 五分鐘 嗯 我不要再找來的時候去好了 他路一聽吧 你知道 你覺得自己找一個 慢慢的走 慢慢的走 一面走 一面 都不要 其他的長命往前 讓後擺步走 那一把心拉 那是誰 是誰 是誰 就輕輕的在 不要太強的去追 你平常每天 你不用長的時間 每天餐餐 各五分鐘 各十五分鐘 然後再加上 比如說 你每一次坐車 都靜下來的時候 你就輕輕把心拉回來 你 時時刻刻啊 一點時間一點時間 讓他累積 不要笑看 之後你如果有機會 長期或者長久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心 其實已經比過去 越來越有清醒警覺的意願 這一點跟大家分享 那我今天 又沒有時鐘 所以我就很 很自由 辣板的一直 一直講下去 那最後 那剩下一個問題 這個菩薩等一下留下來 我們來跟您講 好吧 因為這比較談 談心疑人的問題 然後 呃 我們在 最後 跟大家 那個 報告一下 因為他們跟我講說 我希望 要跟大家 說明 就是我們在 國情假期 方丈德上會 主持一個 四天的禪修 然後 在 呃 平常 8月1號到2號 有兩天 的共修 兩天後 也是方丈德上飛彈 在大人社 然後 9月7號到15號 是我們的大師父 大師父在 那個 不停會吧 有一個長期 有一個長期 然後 師父會 開始 頓入無事 師父會開始 然後 這幾件事情 全部以外 再跟大家 好 講一下 這一次 我們有一位 同餐 無數分 菩薩 他 很精進啊 我們叫他們兩個姐妹 朋友公 三餐 然後他前陣子 已經審報 連擊了 那 他的 親屬 希望 為他來 種種福田 所以在這一次的 紅大 大家的 用餐啊 等等 那些 他們有 故事贊助 那我們 也希望 透過這一次 大家一起 修行 請 他的 所有 功德 也很虔誠的 悲象 給 無數分 往無上 奉回歸佛陀的白報 奉回的資料 增上 那我們今天也 一起來 做總悲象 我們 祈求 慈悲偉大的佛陀 我們要慈光加倍 我們今天在座的 每一位 同漢大德 以及我們的情卷 還有 所有今天 不在場 的一切眾生 都能挑戰 馬役 公正 菩提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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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 說法 三點三百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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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io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來自凈土的反應 翻旋流無邊際 离遥君生不由情 众生问直接唤醒 来自净土的反应 非妙双声不思议 诸佛说法声不息 六不十方玄妙力 来自净土的反应 胜过凡尘万种云 来自北大园里 迷路之鬼是真理 过过净土的反应 功德书生说不尽 违缘众生早觉醒 书生无上描不停 来自净土的反应 翻悬流无边际 离遥君生不由情 众生问直接唤醒 来自净土的反应 非妙双声不思议 诸佛说法声不息 六不十方玄妙力 来自净土的反应 来自净土的反应 胜过凡尘万种云 不如你来自北大园里 迷路之鬼是真理 做过净土的反应 功德书生说不尽 违缘众生早觉醒 书生无上描不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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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